欢迎回来 面对业主与物业剑拔弩张的对立局面 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够有效促使纠纷解决呢 经验丰富的张法官告诉记者 只有深入基层聆听多方反馈 才是解决这类纠纷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 法官了解到 2010年在金氏恒业物业公司撤场时 业委会与其签订的撤场合同 此合同称得证明金氏恒业物业公司 提供过三年适时服务的证据 在业主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合同年限届满之后 物业公司实际上提供的是一个持续性的服务 这种持续性的后续服务依然是合法有效的 在助理和书记员的跟随下 张法官马上走访了当地政府和社区聚委会 进一步核实事件的来龙去脉 据业主回忆 当时小区并没有与任何物业公司签订合同 既然他们没有与原物业公司签订合同 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交纳物业费 物业公司继续提供着物业服务 但这物业费却始终没收上来 在多次催奖无果的情况下 金氏恒业物业公司便委托了代理律师 打算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此事 物业先起诉了一家老贺 他申诉了这个 大家都非常气愤 他们开始是不是告个人呢 个人你想那怎么能赢得公司 在物业公司起诉业主的极起判决中 业主都以败诉而告终 这种情况几乎使物业公司与业主的关系接近冰点 可见开庭解决不仅对广大业主不利 而且对物业公司的社会效益也有不良影响 在经过走访我们了解情况之后 最后决定就是尝试对他们这个三百多件案件 刨去交费上学案件做一个整体性的调解 转化为集中调解方式后 法官也找到双方最大的痛点 对于业主来说 最直接的诉求就是不能接受全额支付物业费 对物业公司而言 回款效率低成为物业公司的一块心病 我从2009年就开始进行诉讼 因为朝鲜法院当时实行的是立案审查制 一次只能立几个 如何使物业公司尽快回款 同时满足广大业主的诉求呢 思先想后 张法官认为应该充分发挥业委会这一桥梁作用 业主委员会首先它是从业主利益出发 帮助大家的共同解决 所以它有更多的业主 对他们是一种信任